掌握华杰美一手行情不做二手韭菜 哈喽大家好我是华杰美二台 每天下午打卡 华杰美给打市场帮粉丝挑选机器 下午的四点半二台也是准时到达市场 先过来飞扬那四楼帮一位云南的粉丝挑一台14pro macs 而我雷记得黑色 这台机器我们可以看到是一台100%效率的 然后充电了也只有几十次而已 最近这段时间的话背包客的处机也是比较尴尬 因为消费者的话也在等待苹果时候的发布 都在官网中 然后档口老板也是不敢轻易拿新货 也是怕最近的价格不是很稳定 容易亏钱 这台14pro macs 256G的黑色 我们在市场是花了5250拿下 小伙伴们觉得性价比如何 紧接着帮一位广西的老粉丝 拿一台准新的13pro macs 1TB的金色 这也是今天一个熟悉的档口阿姐到的新货 然后刚开档就通知二台过来挑货 像这种刚来的新货我们非常好挑 挑到这种100% 然后充电四手机的也是比较多的 像二台说明这台金色的电池是100%的效率 充电也只有5次 这台机器我们是花了6400拿到 小伙伴们觉得性价比高吗 这会儿已经是晚上10点半了 等一下有位广东莞的粉丝 开车过来取这台14pro macs 128G的紫色 这台小滑稽橙色的电池是94%的效率 边框有轻微的磨损 我们在市场的拿货价是4400块 其他伙伴们觉得这个价格高吗 好了废话不多说的 二台也是在这里等他了 今天的市场行情就先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吧